12月12日张欣益更新动态称自己在拍摄时感到天旋地转 随即被送进医院 医生看了一眼二话不说 直接看了一个肌肉注射的真迹 张欣益表示很震惊 什么问题不清楚直接注射 医生却表示你来不就是打针吗 对此张欣益表示十分不满 随即有网友留言称公众人物应注意言行 张欣益则表示病人从来不需要伟大 他们来到医院就是脆弱的 在文中张欣益还表示 在医院就诊时会遇到医生拿手机拍照的情况 对此他也觉得很不应该 请你跟我的生命开玩笑 我躺在病床上 你拿手机拍照 不许我跟生命赛跑呀 在网友评论区中 他也回复网友称 多数医院医生都是值得送娘的 我陈述一件小事 动不动就上升到公众人物 我只是不喜欢这种论调 优优独播剧的 yum